大家好 那么今天的俄罗斯方面发布消息 现在罗斯托夫也是顿和派罗斯托夫 发生瓦格纳公民兵的军事政变 先给大家播放一下现场的画面 那现在普里格金已经带领瓦格纳公民兵 占领了顿和派罗斯托夫 而且瓦格纳公民正在大规模的向顿和派罗斯托夫集结 正在顿和派罗斯托夫室内 瓦格纳公民兵占领 当地的国防部大楼的画面 瓦格纳出现在这个街头 当地老百姓拿起手机观看 那么瓦格纳公民兵 现在在整个顿和派罗斯托夫 正在大规模集结 这是瓦格纳集结的画面 普里格金之前对俄罗斯国防部长摔骨提出批评 大家可以看 大量的瓦格纳正在向顿和派罗斯托夫集结 现在顿和派罗斯托夫的国防部大楼已经被完全控制 那么现在莫斯科 俄罗斯首都莫斯科也进入紧急状态 俄罗斯的国防部大楼也 也增加了这个防御 瓦格纳公兵呢 现在还在向顿和派罗斯托夫不断的集结 因为按照瓦格纳的说法呢 烧一谷现在就在顿和派罗斯托夫官方大楼内 那么他们要逮捕烧一谷 要清军策 按照瓦格纳的说法要清军策 大家可以看到瓦格纳大量的向顿和派罗斯托夫集结 这是占领俄罗斯国防部大楼 这个顿和派罗斯托夫 它是整个顿和派罗斯地区 顿和派罗斯地区的这个重要的一个军事重镇 从这个地区呢 可以对顿尼斯克、卢干斯克、马里布尔 克里米亚方向提供支援 所以俄军的大量的作战力量 都集中在顿和派罗斯托夫这个地区 现在整个室内已经被瓦格纳完全控制 普利格金之前在行动之前发表了讲话 普利格金对俄罗斯国防部烧一股 以及总参谋长格纳西莫夫提出批评 普利格金的说法 针对格纳西莫夫和烧一股的言论 他们必须为俄罗斯人的种族灭绝负责 数以万计的俄罗斯公民 谋杀和转移俄罗斯领土 归敌人所有 而且这是故意行为 就像谋杀俄罗斯公民和种族灭绝一样 烧一股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种族灭绝 所以要逮捕烧一股 那普利格金之前发表的讲话 表示烧一股是懦弱 脆弱的逃离 罗斯托夫 他像个女人一样 胆怯的跑了 用直升机来摧毁瓦格纳 我们目前有两万五千人 我们要找到这个国家 为什么会发生混乱 预计战术预备队将为2.5万人 战略预备队将在全国组建 任何想加入的人 我们需要结束这个混乱的局面 说瓦格纳现在也在全国招兵 瓦格纳的指挥官 今天也发表了声明 有一部分是谴责普利格金 一部分是声援普利格金 所以现在在全国各地的瓦格纳 也在对这个事件提出自己的看法 这是瓦格纳进入罗斯托夫进城的画面 布利格金针对烧鱼谷的说法 我们必须阻止国家军事领导层的邪恶行为 他们忽视了士兵的生命 他们忘记了正义 我们要还给你 因此今天摧毁我们的人 那些摧毁数以十万计的 俄罗斯士兵生命的人将遭到惩罚 瓦格纳士兵占领加油站 我们不要求任何人反抗 任何试图抵抗的人 我们都会将其视为威胁 并立即予以消灭 包括任何党在我们面前的路障 以及我们在头顶上看见的任何飞机 我要求大家保持冷静 不要屈服于挑衅 待在家里 建议沿途不要外出 当我们完成我们开始的事情后 我们将回到前线 保卫我们的祖国 总统权力 政府 内政部 国民警卫队和其他机构 将继续按惯例运作 我们将对付那些摧毁俄罗斯士兵 并返回前线的人 军队中的正义将得到恢复 之后整个俄罗斯也将得到正义 普利根金接受 他们卑鄙的欺骗了我们 试图剥夺 我们保卫家园 驱散 瓦格纳私人集团 我们准备向国防部 做出让步 交出武器 并就任何继续保卫我们国家 找到解决方案 这些败类向我们的后方营地 发射火箭弹 袭击我们 杀伤了大量瓦格纳士兵 我们将决定如何应对这一暴行 看我们的下一步行动 普利根金这个讲话 指的是 前段时间 普利根金宣布的瓦格纳 遭到俄国防部偷袭 最新的视频 显示 瓦格纳的后方营地 遭到了来自于俄国防部的炮弹 由俄国防部从后方 袭击了瓦格纳的营地 所以瓦格纳现在 对俄国防部 对少爷股 采取了军事行动 这是瓦格纳的集结 向这个 顿河畔罗斯托夫集结的画面 那这个炮击瓦格纳的营地的画面呢 我给大家播放一下 这是 发动军事政变之前 瓦格纳呢 从社交媒体上发布的 而且这个画面呢 现在实际上 已经被证实 确实是遭到了袭击 这是在瓦格纳后方的营地 遭到炮击 大家可以看现场 遭到炮击 瓦格纳士兵呢 大量的伤亡 那么现在 普里格金的行为呢 俄罗斯方面呢 佩斯科夫表示 普京已经获悉了 普里格金 即 瓦格纳的周围情况 正采取一切 必要措施 现在俄罗斯首都莫斯科 已经戒严 但现在这个情况啊 整个情况是很复杂的 很复杂 乌克兰方面呢 也有最新的反应 这是瓦格纳呢 在顿河畔罗斯托夫 室内的情况 这是普里格金啊 这个发动政变之前 发表的这个声明 莫斯科呢 现在普京呢 已经获得了最新的消息 已经着手呢 解决 瓦格纳叛乱的事情 乌克兰国防部呢 最有意思 乌克兰国防部啊 发了一个推文 We are watching 我们正在看 所以这件事呢 现在有两种说法 一种是俄罗斯呢 全力斗争 全力斗争的结果 另一种说法呢 实际上是给乌克兰演戏在看 所以咱们也要watching 继续关注这个事态 现在呢 俄罗斯国防部 俄罗斯国防部 以及俄罗斯的高层 也对这个事情呢 发表了看法 俄罗斯首先的士兵 各地的瓦格纳士兵呢 也发表了讲话 主要是呢 呼吁 普里格金冷静 呼吁普里格金冷静 这是接受采访 各地的瓦格纳士兵 有的是支持 有的是呼吁 瓦格纳还是要为俄罗斯立福 不要采取过激的行动 除了士兵以外呢 那么俄罗斯总参部第一副司令 俄罗斯英雄弗拉基米尔 斯杰潘诺维奇 阿列克谢耶夫中将 也向瓦格纳呢 发出呼吁 他说现在发生的事情呢 是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 除了疯狂之外 我无法解释 现在我们的国家处于最困难的境地 你们刚刚开始实施的类似事情 将导致巨大的损失 主要是政治损失 想象一下西方国家 会对你们的这个尝试 有多么兴奋 就会给西方 特别是给北约 给乌克兰提供进攻俄罗斯的机会 另外普里格金最信任的 苏罗维金将军呢 也发表了讲话 也呼吁瓦格纳士兵冷静 大家看苏罗维金手上拿的枪 苏罗维金现在就在前线指挥 那么他呢 也获得了瓦格纳的叛变的 就是发动军事政变的这个消息 他手持武器发表讲话 苏罗维金说 我们留着同样的血 我们是战士 敌人正在等待国内政治局势发生恶化 我们不会让俄罗斯的政权落入敌人的手中 必须放下武器 回到部署地 只有在最高统帅领导下 通过和平方式解决一切 所以现在苏罗维金呢 也对瓦格纳呢 他呢 禁军罗斯托夫 包围稍一股的这个司令部 也提出了警告 那么现在俄罗斯联邦安全局 23号发表了讲话 开始呢 调查普里格金刑事立案 根据俄罗斯联邦刑法第279条 俄罗斯联邦总检察长办公室 称瓦格纳属于叛乱活动 他的行为将适合法律评估 罪行最高可判十年十二年至二十年 也就是现在开始对瓦格纳集团的 领导人普里格金进行刑事立案 以叛乱罪 进行刑事起诉 那么现在来看呢 实际上的整个情况啊 正在逐渐的升级 最新的消息呢 普里格金 他呢在行动前发表了一段讲话 他呢隶属了俄罗斯国防部的 种种恶行吧 主要表述啊 首先由于乌克兰和北约的侵略 特别行动并没有开始 自2012年以来 军队一直处于年久失修的状态 大多数俄罗斯军队都是 将军都是香木地板将军 烧一股在战争的第一天 就杀死了数千名俄罗斯士兵 这些人渣没有说我们要去哪里 失败在二月底变得明显了 梅德威丘克本来应该成为乌克兰的总统 香木地板将军啊 并不专业 那么他还谈到炮弹的 缺失和战事生命的代价 最后呢他讲 我想啊 他们想摧毁瓦格纳 国防部领导层正在欺骗普京 最后呢他谈到了 扎布洛和赫尔松的局势啊 这个视频的长 30分钟 我呢简单把他谈话的内容啊 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 所以呢现在来看 普里格金发动这个军事政变啊 是要清军策 要专门对付俄罗斯国防部 我前面说过 俄罗斯国防部呢 已经开始收缴瓦格纳的这个军事力量的军权 这是瓦格纳抵达罗斯托夫的画面 这是普里格金 普里格金抵达罗斯托夫 这是带领士兵 抵达罗斯托夫 发动军事政变 他现在谈话的对象呢 是罗斯托夫啊 俄国防部大楼的负责人 也是俄罗斯的 总参部啊 副总参部长 所以现在实际上 瓦格纳呢 已经完全控制罗斯托夫啊 最新的消息呢 还发生了交火啊 在整个的罗斯托夫室内 还发生交火 那现在来看呢 普里格金呢 与俄国防部的这个高层啊 你可以看 在现场呢 进行了谈判 那现在最新的消息呢 俄国防部长 邵一谷呢 已经乘飞机离开了卢索夫 他已经离开卢索夫 瓦格纳并没有逮捕 邵一谷 现在俄罗斯国防部呢 正在对瓦格纳在全国的组织 营地啊 进行检查 进行包围 特别是在瓦格纳的总部 圣比德堡 圣比德堡的瓦格纳总部 和莫斯科的瓦格纳总部 都遭到了俄罗斯联邦安全局的 封锁 另外莫斯科现在呢 最新的消息 莫斯科当地呢 已经进行了 大家可以看 莫斯科当地呢 已经进行了封锁 特别是俄罗斯联邦国防部大楼 莫斯科 都可以看到 装甲车 现在 红场呢 也已经封锁 红场也已经封锁 另外大量的军车呢 也正在向 莫斯科集结 所以现在俄罗斯方面呢 也非常紧张 俄罗斯中部 普京呢 也是连夜返回克里姆林宫 这是普京的车队啊 大家可以看 普京的车队连夜返回克里姆林宫 来处理啊 普里格金他这个事件 这个事件呢 我谈一下我的看法啊 普里格金这个事情呢 非常突然 那么这个事情呢 我个人觉得啊 首先从现在情况来看 最新的消息 大家可以看到 明斯克方面呢 有行动了 咱们从侧面可以看一下 这个行动 最真实的 明斯克 卢卡申科 将自己的家族 妻子 儿子 送离 白俄罗斯 现在呢 明斯克呢 他的这个商务包机 卢卡申科的家族成员呢 已经抵达土耳其 这个商务包机呢 飞了四个小时 从明斯克起飞 那飞机上的乘员 具体的名单没有 但是呢 现在俄罗斯 包括乌克兰方面呢 认为卢卡申科 已经将家人 完全送出白俄罗斯 俄罗斯发生军事政变 卢卡申科将自己的家人 送离白俄罗斯 大家可以想象 这次军事政变 并不是演习 白俄罗斯方面也很紧张 大家可以想象这个 如果俄罗斯发生 军事政变的后果 那么前顿尼斯克人民共和国的国防部长 也就是马航 M17的这个主要的负责人 前顿尼斯克的国防部长吉尔金 他在评论 普里格金的这次事件 普里格金呢 是和这些军事啊 地方的这个军事头领啊 之间这个矛盾很深 但是互相之间都非常了解 吉尔金呢 今天接受采访 他如果普里格金 如果政变上台的话 那将导致车臣 第三次车臣叛乱 车臣呢 首先不会服从于普里格金 车臣将会重新叛乱 吉尔金说啊 前线呢 可能会崩溃 敌人呢 会借机 攻占克里米亚 顿尼斯克 卢干斯克 也将陷落 最可怕的呢 吉尔金说 如果普里格金 政变成功的话 俄罗斯联邦 将开始解体 现在最新消息呢 俄罗斯联邦 第45旅在内的 多个部队 已经针对瓦格纳 已经开始离开军营 针对瓦格纳呢 进行清剿 空降部队呢 也已经有行动 但是空降部队呢 现在并没有获得 莫斯科的信任 空降部队和普里格金 和瓦格纳之间的关系 比较明显 俄罗斯国内呢 包括俄罗斯国防部 内部联邦安全局 联邦安全局 国民警卫队 也收到了相关的信息 将防止国内发生军事政变 很多的这个政府设施 也已经进行禁言 吉尔金呢 他对普里格金的这个做法 普里格金发动军事政变的做法 吉尔金的说法 他说 我无法对普里格金 关于俄罗斯武装部队对瓦格纳进行导弹袭击 发表任何评论 我也无法任何形式证明这个视频的真实性 我无法从中获得任何的内容 但我声明俄罗斯正处于 未遂军事政变的边缘 目前不清楚是谁发起的 但吉尔金提到了 有可能是权力一方的两个交战派别 都在为此而进行争夺 而第三派 俄罗斯联邦安全局 俄罗斯安全理事会 保持中立 这是吉尔金的说法 也就是现在在战场上 真正参战的向瓦格纳 向俄罗斯国防部 正在争夺最后的权力 而俄罗斯联邦安全局 俄罗斯安全理事会 也就是 这个安全理事会 也就是普京和梅德威杰夫 他们控制的安全理事会 他们作为中立一方 他们不参与 所以这实际上是当地的 前线的军头在争夺 前线的控制权 这是俄罗斯联邦 现在处在一个非常 我觉得处在一个非常危险的情况 如果这次军事政变成功的话 那么会导致整个俄罗斯联邦 未来整个特别军事行动 会出现一个大的变化 乌克兰 北约正在关注事态发展 正在关注事态发展 这是现在俄罗斯 发生军事政变的最新消息 那么实际上双方也发生了交火 现在我得到的消息双方在 顿河畔罗斯托夫 大家可以看发生了交火 和安全部队也发生了交火 瓦格纳实际上和安全部队 这个交火规模还是比较大的 摧毁了坦克 所以这个事态正在发展 我会及时关注 后续有更多消息 我会第一时间给大家分享 这次事件 我觉得对整个俄罗斯来说 对整个俄罗斯联邦 特别是对整个乌克兰战场 整个的战场 乌军的反攻 包括对北约 对白俄罗斯都有重大的意义 现在明斯克也很紧张 明斯克 卢卡申哥马上把自己的妻子孩子 马上送离了白俄罗斯 送到土耳其去了 所以现在来看实际上 这次政变 莫斯科方面 包括莫斯科的军队高层内部 很有可能会重新对俄罗斯 军事力量的权力进行 这个事态的发展 我会持续关注 后续一定会影响到 顿巴斯 还有克里米亚方向的战况 我会持续关注 后续有更多消息 我也会第一时间给大家分享